谈就医之事 究养生之物 解疾病之祸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安谈健康 我是您们的老朋友 老安 从古至今 人们一直想获得一种长生不老药 然而始终为果 历经数千年 科学家们终于愧得了其中的一些奥秘 美国国立衰老研究所认为 只需要降低进食量 就能延年益寿 食物摄入量减少25%的人 就是四分之一 血液中好胆固醇明显升高 肿瘤坏死因子减少25% 而胰岛素抵抗降低40% 整体的血压还会降低 而吃太饱容易导致伤胃伤肠 伤肾伤骨 引发肥胖 致癌 早衰 以及老年痴呆等级病 简单的说 这项研究表明 如果能做到少吃 不仅寿命轻松延长20岁 还能延缓衰老 将饭量减少25% 通俗的说就是吃个七分饱 但是谈何容易 不过老安有办法 办法一 饭前喝汤或喝水 有助于减少食欲 因为汤到胃里以后 使饱腹感提前出现 同时还可以稀释胃酸 使食欲降低 不饿了 自然就吃的少了 办法二 细嚼慢咽 即吃饭一定要慢 吃的慢一些 意味着大脑意识到吃饱的时候 您所摄入的食物 将比平时少 一般 早餐所用的时间以15-20分钟为宜 而午餐和晚餐以30分钟左右为宜 同时也不要趁热吃 因为食道适宜的进食温度是10度到40摄氏度 一旦食物的温度过高 容易烫伤食道的粘膜 时间长了 还容易诱发食道癌 第三个办法 吃完以后马上离桌 不要怕剩菜剩饭浪费 这一点很多老年朋友做不到 吃过苦 挨过饿的人不舍得浪费 但是记住一点 不是让您浪费 只是不要吃多而已 吃多了 一个是不舒服 再有 很有可能还得吃药 没必要 第四个办法 在饮食上 多选择还有纤维和水分较多的食物 比如蔬菜 水果 全骨食物和汤 避免使用大量的低鲜物食饮食 比如米饭 面条 馒头 饼子等等 如果通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减少进食量 可以让人的心血管 肝肾 免疫力走出误区 进入良性的一个循环 最终达到长寿 延迟衰老 对抗疾病的目的 吃饭七分饱 健康活到老 若要身体胺 三分即可狠 科学家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用数据证明了这一点 饭量减三分之一 多活二十年 道理简单 效果不俗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 建议您分享 想第一时间观看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 请点击订阅按钮 同时请点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 科学养生 关注老安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